我现在位于南加州亚凯迪亚市的一处公园 可以听到我的周围风声呼啸 圣安那风已经席卷而来 国家气象局向加州大部分地区发布了强风警告 从周三晚间持续到周五上午 圣地亚哥会出现东北风 时速30至45英里 阵风预计可以达到每小时75英里 洛杉矶县和城县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时速50至60英里的阵风 山口和峡谷地区阵风的强度可能接近二级飓风 圣塔克拉利塔和圣菲尔南多谷地区阵风时速最高40英里 而在城县内陆地区圣安那山脉附近 可能会出现90英里每小时的强风 圣莫尼卡山休闲区马里布海岸和圣盖博山 风速最高可达75英里每小时 国家气象局警告民众 开车时应降低车速 警惕被吹倒的大树 随风扬起的垃圾和断裂的电线 这场大风预计会从周五开始减弱 周六基本上可以恢复成微风的状态 同时温度会持续升高 南加州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80度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 刘杰 在加州亚凯迪亚市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佳音 刘杰